本地科研人员研制出一个环保的食物包装 除了可生物分解 也能够把容易腐败的食物的保存期延长多一倍 这个环保包装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两名科研人员研制而成 材料类似于保鲜膜和自封袋所使用的塑料 它采用天然成分制成 包括葡萄柚种子的萃取物和甲克力动物的壳聚糖等等 能够放慢真菌和细菌滋生的速度 科研人员也把面包分别放入一般的包装和新包装进行对比 并发现面包在一般的塑料包装内只能够维持三天 新包装的保鲜期则多出一个星期 当我们用从生物材料提取物和葡萄柚子提取物加入的塑料材料 每一天在第十天才出现 科研人员也将继续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包装的技术 并用乳制品肉类和海鲜等不同的食材进行测试 科研人员也希望和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合作 把包装推出市场 不过新包装的成本则比现有的包装多出大约三成 了不过新的地步 嗯 颜沙